首次投書《華爾街日報》 以強化國防經濟 民主夥伴關係為主軸 還大大寫下要維持兩岸現狀的主張 只不過台獨金孫賴清德 要維持的現狀到底是什麼 內容了無新意 他所選擇的還是蔡英文的路線 那是一個濱臨戰爭的風險路線 同樣要參選總統的國民黨對手侯友宜 對現狀解讀是兵凶戰危 而若是建立在務實台獨基礎之上 台灣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根基他是建構在務實的台獨上 我相信這樣子台灣很快就倒塌了 當然是說給美國聽的啦 大家對他台獨會引發戰爭 是有疑慮的 所以他做這樣動作 可是他越描越黑 賴清德是要對美國輸成 還是要破解美方的依賴論 在後遺拋出九月共識的壓力之下 賴清德連國號都講不清楚 前陸郭正亮還點出有違憲一律 中華民國台灣就不是一個憲法的概念 因為憲法的概念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認為 侯友宜講那個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是剛好打到他的要害 國安國還附上S-Taiwan 蔡龜賴隨兩岸主張 包含對現狀的模糊路線 這是符合誰的最大利益 誰又是現狀破壞者 馬英九交出的兩岸的狀態 是有九二共識的 那民進黨拒絕接受嘛 所以他就認為是民進黨破壞現狀 反正美國也不管你去怎麼扯啦 反正你就給我對話交流就是了 可是目前就是民進黨明顯是做不到嘛 那有的時候大家可以用政績來原諒 但現在沒有政績的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你光是靠意識形態 可能就沒辦法 選在美國獨立紀念日投書 賴清德政治宣傳目的再清楚不過 用台獨支起 親美抗眾政治路線 兩岸還沒有架起橋樑 就已經先斷線 借林俊峰 家喻TV報導 他跟外國獨立的